據Lava的日本旅行討論區 以及韓國媒體報導 一個韓國網民 在今年5月 去到日本的集訪旅遊 他事前透過 Visit Japan的網站 申報會攜帶金頸鏈 但他想不到在過日本海關時 就被帶到小房間 而且不是單純的詢問 而是被搜查全身 手袋的物品都需要全部打開檢查 去洗手間都需要安檢人員陪同 妖釀多時 最終日本海關人員告訴他 他若果要回答黃金製品入境日本 必須支付稅金 進入討論後 他決定將金鍊 寄放在機場 並支付保管的手續費 韓國外交部的海岸安全旅行網站提到 近期日本加強海關審查 賦予去日本旅遊的旅客 要注意入境規例 其中就有重點加強打擊貴金屬的走私 根據日本海關規定 若旅客回答黃金製品入境 需要他之前申報 如果今晚不超過20萬日圓 屬於免稅範圍 否則就要撿消費稅 另外純到九成以上的黃金或黃金製品 總重量超過1公斤 若未有向海關申報 可能會遭到木收 或者被處罰